前天的離譜狀況 一位中國籍男子 他就開著他的快艇 要直衝淡水河 闖進我們的國門 還說他要投靠中華民國 真的是如此嗎 外界現在覺得沒那麼單純 認為是中共透過快艇 來測試國軍的反應速度 對此包含 海委會主委管閉林也說 他們不排除的確有這樣的情形 加上這個人 他的背景不單純 他曾經當過解放軍 還是海軍做過艦艇艇長 經歷非常特殊 所以未來我們會朝這方面來偵辦 那大家也想問 我們國門這麼好闖嗎 怎麼有辦法讓他成功 衝進淡水河 管閉林說 確實有人為舒适在 灰色波羅山男子 被海巡人員扣上手銬 帶回偵辦 原來他是名中國籍男子 駕駛小艇直衝淡水渡船頭 引發國安疑慮 更誇張的是 他還有解放軍背景 所謂人為舒适 指的就是這名軟性男子 在六海裡時就被雷達偵測 但當時雷操守誤判 是我方反港漁船 三海裡再度通報時 守望哨稱海上有三十艘船 無法辨識 直到雷點五海裡 還是表示距離遙遠 速度快 無法精準掌握 直到最後被發現 並非我方漁船 也沒有立刻通報抓人 巴黎守望哨的時候有辨識出來說 不是我們的守望哨 不是我們的漁船的時候 我們暗記守望哨的同仁有失職之處 這中間有三十分鐘之久的失誤 這件事情負責的幹部 在第一的時間 就向我要自行處分 我們沒有辦法排除這樣的可能性 那有關灰色洗澡的這個部分 本來就一直持續存在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 當然要做相關的釐清 海委會相關通報失靈 處分層級到哪 十一號將開原評會處置 畢竟中國快艇直衝我方海域 是真如當事人所稱 投奔自由 還是另有隱情 更引人憂心 這是中共作戰新樣害 利用灰色地帶 侵擾我方 牽涉國安 不可不慎 華視新聞方伯鋒 彭外倫與朱樹君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銳 各位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